我们说万物互联时代正在到来 越来越多的设备是穿戴是没有屏幕了 越来越多的设备离我们几米之外 机器人不可能每次都用手去触碰它 我们在开车在运动情况下经常要使用 所以语音合成把文字念出来 让我们获得信息也成为刚需之一 那么最新的语音合成到什么情况了 今天的语音合成在全球 已经开始首次给中央电视台进行配音了 我们请大家听一段 人工智能配出来的电视节目是什么样的 在不同的场景中智能机器人长相各异 他们甚至比人类更聪明 而且不知疲倦 所以大家根本听不出来这是机器的声音 这是模仿中央电视台的已故的配音大师 李易老师的声音 去年你这次播放的时候 他所有的地址集体起立热泪盈眶 完全出现了李易老师的声音 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神秘的嘉宾 给大家有一道问候我们听一下 Hello dear Chinese folks and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hank you I'm very happy to meet you here It's a great thing to build a better world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first 第一次来到中国 我非常高兴 世界智能大会真的很棒 OK Just a joke 这个当我们模仿他的声音 包括去年送给奥巴马总统 一个礼物就是模仿他声音说的一段话 在我们在CES大会上 美国本地的人都以为是他本人的讲话 今天的语音和声音可以模仿任何人说任何声音 而我们不仅是中文是全球第一 我们英文是全世界第一 印第语也是全世界第一 我想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全面领先了 那么机器翻译到底到什么水平了 那么其实呢 机器翻译包括了语音识别 文字到文字的翻译机 语音合成 我简单还是想给大家秀一下这个翻译机 今天的会议很重要 我们探讨人工政治的人的未来 寻找合作机会 所以现在这个翻译机已经达到了大学六级口语水平 那么我们预计2019年底达到专业八级水平 但是从现在的进展看 应该说最迟明年上半年就能做到 但我想在这再解释一下 今天我们下面同传的情况 因为我们现在一直说要人机偶合的翻译模式 今天的最后选择的结果是 大家看到的文字是我们后方的翻译人员翻译出来 把它的语音 转写成文字的 我们用两种方案 一种是我直接说话 所有中文同步在上面屏幕 同步翻译成英文 这个是所有的字第一时间都会出来 每一句话讲完了不到一秒钟 我们现在两百号面文字就出来 一一对齐 但是缺乏我们说的同传的提炼和整理 所以后来经过讨论 现在是同传的声音在下面 但是它的实时匹配度呢 又稍微似乎不是那么紧密 我们正在探讨机器跟人的偶合模式 如果说把同传的整合能力 跟机器的实时效率整合在一起 那将是一个极其完美的同传 所以我们说机器不是代替人 而是跟人的配合 未来是人机偶合的时代 那么这是翻译 另外机器能不能听懂方言 那么去年我们已经实现了22种方言 一大半的这个方言 已经超过90%的准确率 那么包括 今年两会期间 中央首长领导对我们提到 那个王沪林书记提到说 能不能做方言的翻译 我们现在也做了方言对英语之间的翻译 给大家简单感受一下 因为我不会讲这些方言 大家看一下视频 吹水不抹嘴 does not draft before branding 今晚回不回来吃饭 do you come back for dinner tonight 请问超市怎么走 how to get to the supermarket please 前面是不是医院 is that a hospital ahead 我来说吗 come and play 你不得符照不得信 you have to take your passport 我飘地说啥子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你小飘地在哪儿等几 do you know where to register do you know where to register do you know where to register you咋还整齐啊 why are you angry you just咋整理啊 what happened to you ok可以时间关于 我们就播播完了 别买呀 你先包我了 好 当然今天参加了 世界智能大物在天津 我觉得天津话 要尽快做些 那么也就是说机器 其实它为什么能这样 因为每天45亿人次的使用量 使得机器已经适应 和了解了各种方言和口音 但除了语音之外 下一次教会还有什么可能 就在三天前 MIT说它可以用意念 来控制导致 是准确的92% 那么其实是什么呢 是通过脑电波 通过鼓传导和面部表现 下颗的表情来进行判断 在点定词汇量中 可以做到92%的准确率 而我们训飞在去年11月份的 我们的年度发布会上 已经可以用脑电波控制加电 几十种加电命令 可以做到95%以上的准确率 未来一定是人机偶合的交互方式 通过我们的想象 通过语音 通过表情 通过我们的肢体 形成完整的人机全新的交互方式